就算全世界车厂已经逐步走向电动化,但日本车厂的想法却与众不同,尤其是氢燃料电池车的发展,现在除了丰田之外,本田也把旗下最热门的休旅车CRV,摇身一变成为插电式氢燃料电池车,本田原厂也正式公开采用零排放轻动力的CRV FCE,搭载跟美国通用汽车一起开发的燃料电池系统,或许许多车迷朋友还不清楚,所谓的氢燃料电池车的特性,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氢氧化学反应发电,进一步来驱动马达 但关键就算车上的氢气储存贯容量够大,但加氢站不足却成为了氢燃料电池车普及困难的原因,但这次本田在最新发表的CRV氢燃料电池车上,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本田的做法是在氢燃料电池车上,放上了日本车厂中率先搭载的插电式功能,也就是就算您临时找不到氢气加气站,也能透过充电的方式维持续航力 但关键的动力性能部分,这辆最新发表的CRV氢燃料电池车,在动力部分搭载一具前置电动马达,可爆发174匹最大马力跟31.6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老实说这样的动力比起一般的电动车来说,竞争力似乎略显不足,而车上的压缩氢气罐容量为4.3公斤,零排放的续航里程则是达到434公里 如果单纯使用容量17.7度的电池,则可以拥有46.7公里的纯电行驶距离 至于外观跟内装部分,就算车头经过全新设计,但车迷朋友依旧可以一眼认出跟燃油版本CRV之间的关系 最特别的是CRV氢燃料电池车的车头造型似乎更加洗练 侧边10幅式造型的18寸铝圈变成了黑色烤漆,车尾则换上了全新的透明化尾灯 这或许可以成为未来车迷朋友流用的盛品 而且这辆车还支援VTL的外供电功能,透过110伏特的插座,能提供最大1500瓦的放电功率 至于内装部分,搭载了10.2寸数位仪表板跟9寸触控荧幕 还有电动调整加热前排座椅,有着12支扬声器的Bose影响系统 加上双区恒温空调,方向盘加热,电动尾门跟手机无线充电板也是一样都不缺 至于底盘部分,虽然一样用的是前麦花城后多连杆的悬吊设计 但为了因应第二代燃料电池模组所增加的重量 因此除了调整避震器阻尼,以及增加弹簧系数提升刚性之外 也放尽了全新的防轻感,其实本田早在2002年就发售了最初的燃料电池车FCX 但到了最新车型本田Clearly之后,销量却遇震法力 因此只能黯然在2021年停产 而这次全新推出的CRV轻燃料电池车,最快将在今年与美国加州开放租赁使用 也将在日本上市 您觉得这样的CRV轻燃料电池车如何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继续支持猪猪哥来聊车 我们下次见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新全校,克菲尔地生菌 搜索中天车厂家 公司输入at cti car 就是c-t-i-c-a-r 就不找到我们了 C-t-i-c-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